政府批准国内两大糖厂生产精致白糖 价格不受管制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拿多斯里沙拉胡丁强调 作为生产精致白糖的条件 厂商必须保证 每个月有至少4万2000吨粗糖和细砂糖供应市场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他也向国人保证 价格受管制的白糖依然会在市场上售卖 而且供应量绝对充足 民众如果买不到可以向内贸部举报 沙拉胡丁今天在沙巴亚币视察物价后指出 目前粗糖每公斤两令吉85仙 细砂糖则是每公斤两令吉95仙 并反驳传闻否认这两种白糖会涨价 相反的精致白糖由市场定价 也可能出口外销 沙拉胡丁表示 他已经下令执法单位 这个月内每一天在全国各地视察白糖的供应情况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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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